四世纪的十三章到十六章让我们看见 我们只看见参孙那个败坏的行为 他哪里像一个威主为圣的拿谢尔人呢 而且也跟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领袖也不一样 其实弟兄姊妹们 其实并不在乎你和我怎么样看参孙这个人 乃是要在乎神怎么样看他 我们要在乎神怎么样看他 在四世纪的十五章跟四世纪的十六章 最后一节的经文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四世纪的十五章跟四世纪的十六章的最后一节经文 圣灵特别感动四世纪的作者 写下了一句相同的话 那是什么话呢 是参孙做以色列的四世二十年 参孙做以色列的四世二十年 这二十年好像是他空白虚度浪费生命 可是这二十年完全是神的选招 完全是神的恩典 甚至因为他的败坏 使他入入投敌的手中 受尽凌辱的时候 可是我们看见在十六章的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 你们可以翻开 或者我可以读给你们听 十六章的二十二节说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 这象征什么 这象征神再一次越纳他 重新恢复他做拿西尔人 在旧业圣经里面第一个真的拿西尔人 就他的生命就从监狱当中就长出来了 虽然他的肉眼是瞎了 但是他的心也被打开 虽然他被带到这个会众的面前 细耍细耍 可是他却告诉那个拉着他手的童子说 让他能够摸着脱房子的肚子 为什么 因为我在想他过去曾经来到这个神庙 在这里找妓女 所以他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接下来二十八节参春求报耶和华说 祝耶和华求你眷恋我 神啊求你吃我 这一次力量使我在菲利斯人身上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我们先不要管 我们先不要管 他这个祷告是不是为了报私仇 但是我们看见他的转机 他的转机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见参春在他一生的故事当中 好像我们没有看见他做过任何一件对的事情 可是他唯一做对的是两次在耶和华面前的报告 第一次是他一次苦渴的时候他向神祷告 神就让利息的那个蛙处就流出水来让他能够喝水 第二次的祷告就是这一次他向神的祷告 所以他一生当中唯一做对的两件事情就是向耶和华祷告 那么参春在世面前展现出他的信心 向神呼求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列出的信心英雄榜当中 也把参春的名字列在其中 接下来29节 参春就抱住脱房子的两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 根据考古学家的这个发现了 在菲利斯人的这个神庙当中 的确是有两根柱子 他们距离是非常近的 所以呢参春可以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柱子 三十节说我情愿与菲利斯人同死 然后就尽力屈身 房子就倒叉 押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这样参春死的时候 所杀的人比活的时候 所杀的人还多